看看新闻吧 帮到有需要的人 我为了今天能出席这个活动 我昨天就拍了17个小时的戏 我希望更多人去参与 共同一起努力去捐血 可以救更多更多的人 这才是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活动的目的 香港艺人同样也是辣妈的温逢 献血中始终微笑打招呼 他直言献血十分容易 增加赛局时就像文字咬一样 现场还有因出租车渐渐操走红的 注重传媒高管Nancy 现场素颜的她十分亲切 与荧幕反差极大 接受采访时她表示 适当的运动加上做公益换来的正能量 可以换取现在白领积极向上的心态和生活态度 对我来说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觉得我能帮别人 然后献血也不会伤害自己 因心身体力行做公益 普通市民下月起 也可以坐出租车预约无偿献血 从下月起 全国包括上海在内的六个城市 四万台出租车互动荧幕中 将推出无偿献血公益频道 同时本市两万一千台出租车的互动屏幕上 将开通上海市无偿献血预约频道 让无偿献血成为出手可及的时尚公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